去年六四集会案 慈善联会副主席周恒彤 被裁定善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成 判囚15个月 周恒彤由酬车压送到西九龙裁判法院 他去年在网上发表关于六四的文章 提到坚守阵地点燃烛光 被控善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他早前否认控罪 说志在鼓励公众悼念六四 并非煽动参与集会 裁判官陈慧敏最终裁定他罪名成立 裁判官说周恒彤犯案的时候 涉及另一宗发生在前年的六四集结案 决定将量刑上调3个月 判监15个月 其中10个月同区庸法院 另外两宗案件分歧执行 即加监10个月 总刑期为22个月